hello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想给大家做一个get ready with me 这个妆容是我recreate 我在上次我的年度十大最爱的 这个纯妆视频里面的那个妆容 底下有妹子request 现在我就想应的request了 如果你很感兴趣 我这个妆容是怎么完成的话呢 就请继续看下去吧 好在视频开始之前呢 我要说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如果是新朋友 到我这个视频里来的话 你会听到非常非常多的中英文夹杂 如果这个事情是你不能接受的话 你现在赶快就是退出这个视频 就不要继续再看了好吗 因为这个东西我改不了 所以如果说是你可以接受 这样的说话方式 你就继续往下看 如果你接受不了这样的说话方式 你就现在就可以退出我的视频了 OK谢谢 因为今天呢就是 阳光很好 但是很冷 我估计我也不会出去 然后现在我就让我老公 先带一下孩子 因为现在圣诞放假嘛 我就可以给大家录一个 这个get ready with me 为什么要录呢 是因为我们不是有一个 那个臭美群 我建的一个臭美群 里面的姐妹们 好像有很多一些问题 就是一些比较basic的问题 所以我就想在这个视频里 能有一些tips和tricks给大家 首先呢我会用这个 ELF的这个prep and hydrate balm 因为现在是就是冬天了嘛 我已经不用就什么控油的那个叫什么primer 所以我一般会用这种hydrating的 然后主要是擦一下脸上 然后它这个有cooling的效果 感觉特别特别的补水 就几个swipe 特别特别便宜啊 然后你把它这样按按按的 按进皮肤里 其实就是之前我的妆前保衍已经做好了 但是就是说 你要是真的是觉得 你想在上妆之前 再把皮肤就稍微plump一下的话呢 这样子也蛮好的 对 这个还蛮好用的 真的 就是有一种cooling的效果在脸上 接下来呢 我就会用这个YSL的all hours foundation 对上这个moonlight的这个cover effects的这个drop 然后一起上脸 因为这个foundation就是比较mat嘛 所以说我就想要有一点点luminous的效果 就真的不用多 大家看就是这样一滴 真的是这样一滴的这个luminous的这个moonlight就够了 然后这个foundation我一般会用 chill pumps 然后把它mix it together 我就找的这种硅胶的这种小东西 然后我会这样mix mix 然后我就会用淡淡海绵把它这样子 点开 大家看见这个光泽吗 这个粉底是一点光泽都没有的 是这个drop给它带来的 但是呢它又不会auter 就不会改变你粉底本身的质地 就是你粉底本身有多长的持久力呢 它本身就还是会有 它也不会改变粉底的质地 所以油皮和混油皮的妹子们 如果想要光泽剂的话 就可以采取这种方法 对不起大家今天听到我声音可能怪怪的 我已经生病生病生了有两三天了 我家老二就是周末的时候还发烧 不知道从哪里感染的病毒 全家都在生病 老大我 然后他爸是属于病了一天 后来就抵过去了 但是我们娘三就没有抵过去 大家可以看见我的眼睛是红红的 就整个人就是都是有点生病的状态 都不太好 这状态 别忘了带上脖子 大家看一下这个妆效 是不是很美 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drop的效果 因为这个粉底是全mat的效果 我这个粉底有专门做个review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 但是加上这个drop 大家就看这个光泽 对不对 但是它又不会是那种变成 就是油润型的粉底 就让你的油皮hold不住这种 它又不会是这样 好了粉底上完呢 我们上遮瑕 遮瑕呢 我今天用的是这一款 Catrice的这个Camaflug 这个遮瑕 我最近还蛮喜欢用这个遮瑕膏的 我觉得它的质地还蛮好推 但是呢 它有一点爱crease 所以眼下一定要用定妆这样子 一定要用散粉定妆 这个呢 我也同时作为就是脸部需要打亮的地方 我也同时把它上上去了 所以你看我这样子 然后呢 稍微把它推一下 对不起啊 一直吸鼻涕 对我就想说 为什么我刚刚在视频开始之前 要说那一段话呢 就是 我已经为我这个中英文夹杂的事情 专门出过N多志视频来解释了 然后最近就是还是看到很多这样的留言 就说什么 接受不了你的中英文啊 你这样讲话很讨厌啊 什么什么的 然后叫我去看某些其他博主的视频啊 人家都不这样讲话呀 为什么我就要这样讲话 我都已经给大家解释过很多次了 这个关于中英文夹杂的事情 这个是我的一个习惯 而且我讲话的速度和脑子转的速度特别特别的快 而且我一般录视频的时候 都是在很赶的情况下录 因为就是就是在两个娃睡觉的这种间隙录视频 在赶的情况下 你更是没有办法就是去 想很多 那我平常是什么习惯 比如说我平常讲话的时候 就很大的习惯中英文夹杂 我就会在视频里显露出来 我已经给大家解释过这个很多很多次了 这个不是一个我在装逼或者是在怎么样 我真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习惯 然后在人着急的时候 赶的时候 我更是这个习惯就是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我没有办法我的脑子转到那了 有时候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中英文夹杂的这个单词 就已经出来了 我就已经给大家说过无数次 我平常没有讲中文的环境 我老公孩子我都是讲的英文 然后还有就是我看的就是YouTuber 就是这些美妆博主多数都是外国的 所以我看他们的video用的这些在化妆上的术语了 或者是这些什么化妆品的名称 都是讲的英文 所以我就是在这种耳濡目染这种情况下 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就是想很多 就脱口而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一开始我就是还想解释 就是会怎么样 现在我就我就不想解释了 我就看见这种留言 我就烦你知道吗 看着我觉得你要好好提意见 我绝对接受 比如像有个妹子在上一次的视频跟我说 我说那个longevity 这个单词说错了 我一直在说longevity 真的很感谢这个妹子给我提出这种意见 这种就属于constructive的criticism 就是我接受 就是这种有好的意见的这种 帮助我改进的我接受 但那种就在底下算不算甜甜的说什么 你这种说话风是这样的讨厌啊 还有什么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你非要中英文夹杂 那么多在国外的博主 就没有人像你这样 你就像中英文 这种我就觉得烦你知道吗 就anyways你要看就看 不看就拜拜 我我也是一样的 在在youtube上我也有很多订阅的博主 原来订阅的博主就是 我确实有点受不了他们讲话的某种方式 我也不会专门在人家视频底下 给人家留个研究 说哎呀我讨厌讲话的方式怎么怎么样 我就默默的取关就好了嘛 这个就很简单 大家都是信息社会 你选择这个 你喜欢这个 你就去选择它 你不喜欢 你就不要去选择 就那么简单 我就 所以我就给大家 就再次解释一下这个事情 我真的不想再解释了 我中英文夹杂 不是我在装逼 就是我的一个习惯 我讲话就是那么快 我就是那么 哗啦哗啦就出去了 我意识不到 OK 好这个事情我们就 就不再提了好吗 就不提了 OK现在遮瑕就这样上好了 然后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妆效 大家喜欢吗 我觉得这个 Moonlight加的这个这个 加的把这个的 mat的粉底变得这种 比较dewy的这种效果哈 我觉得是蛮喜欢的 好因为这个散粉会很容易卡嘛 散粉很容易卡 这个concealer会很容易卡嘛 我就要用眼下定一下散粉 要不然其实不用定 因为这个这个粉底是不用定妆的 它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呢 呃非常非常的 咻一下就吸收到皮肤里那种 不用定妆 我今天用的散粉呢 是这个Besame的这个紫色的散粉 因为它是带一点紫色呢 它就会给你眼下呢 有一种那个提亮的效果 然后我用的刷子呢 是Wingos的这把35刀的 这个叫什么 多功能刷吧 呃因为就是我的群里的妹子 有在问我关于脸部的刷子 大家可以今天就可以看一下 我到底脸部就是用了些 什么样的刷子这样子 嗯 看见没有 这个它会有一种提亮的效果 大家可以看到吗 就是 它不光定妆 它可以给你眼部底下 有一个提亮的效果 就这样子 它这个样子呢 它就不会 卡进那个细纹里 就可能时间 下午时间久了以后 可能还会有一点点 但是你就是用手把它轻轻推开就OK了 然后一般这一部做完了以后呢 我就要拿我的 至爱 Fenty Beauty的这个 Amber的这个 修容棒 其他这两个呢 是它们那个三个套组里面的 一个是高光 一个是遮瑕 这两根都不好用 我已经帮大家试验过了 都不好用 只有它的遮瑕棒好用 所以大家不用花钱买这个套装了 就直接花25刀满菜的遮瑕棒就OK了 所以大家就看我这个有多方便 我平常怎么用的 就这样子 你从这个地方啊 从这个眼窝 眉毛 这个地方 画一笔下来 好 这边相同的地方 要画直啊 这个线 画一笔下来 好不好 好 鼻尖的地方 这样画 一 二 好 线拿好以后呢 这样 颧骨的最高速 我给大家说过修容的那个 好 从耳朵上方 画一笔下来 耳朵上方 画一笔下来 OK 下巴 这样 这样 好 就OK了 用你刚刚上了粉底的海绵 这样子 推边缘 不要推整个这样子摸摸摸就摸开了就没有了 对不对 轻轻的推下边缘 主要是这个外界的边缘和鼻子交接的地方啊 推一下这个边缘 这个就是Fenty Beauty的这个修容棒的用法这样子 OK 现在修容呢 这一步就完成了 然后一般在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开始选腮红 那今天这个眼妆呢 我已经想好了 我是想recreate 就是有一个妹子在我的最爱 在lip的那个视频里面说想要我create当天那个妆容 recreate 我说好 那那天是一个warm系的妆容 所以呢 我的腮红呢 今天就可以 要不然配neutral色系 要不然就配一个warm色系的腮红 就绝对不会出错 我今天呢 想给大家用这个essence的这个settinglove这个腮红 大家在pen里看 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 就是一个肉色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啊 它用上零以后就是就是很百搭的一款腮红 当我不知道就是妆容要怎么配的时候 或者说我先擦腮红 擦花眼妆的时候 我一般会选择这种非常自然色系的这种腮红 然后我会找这种斜角刷 这个是mac的168 然后呢 你或者找这个well and wild的这个contour brush 也是一刀在drugstore可以买到 我喜欢用斜角刷来上腮红这样子 好 我上的呢 一般是从这个地方 我会贴近眼下一点点 这样子看起来比较萌 有没有 然后呢 往上戴 然后又起到一点点修容的效果 就是眼下 然后往上 有点像一个nike勾勾的样子 这样子 大家看 它就是怎么刷都不会太过的那种腮红啊 像这种腮红 你就可以大面积的晕染 如果是那种重色的 特别特别浅的粉色 或者是特别特别浅的 那种桃色蜜桃色 就不要大面积的晕染了 但这种腮红颜色你就可以 它又同时起到一点点这个修容的效果 好大家看上了腮红以后呢 脸部马上就是有一种稍微有点生气的感觉 刚刚本来是全白嘛 很像一击有没有 现在你加了腮红以后呢 你就整个脸就比较有生气的感觉 所以呢我就想给大家说 如果你平常很赶时间 真的是没有时间去画什么眼妆啊 理念它东西的时候 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画 一个是底妆 一个是腮红 然后就是口红 其他都是不重要的 其他都是可以省掉的 所以我觉得腮红和唇妆 是非常非常提气色的一个东西 千万不要去掉了 OK 接下来呢 就是我最喜欢的东西啦 那就是高光 我们今天上哪一块高光呢 现在高光真的选择太多 有没有 已经有选择困难症 那天我在群里给大家晒我的makeup collection 因为有很多妹子就想看我的makeup collection 但是我就一直不敢拍这个视频 因为工程实在太大了 所以我就在群里小范围的发给 我群里的那些姐妹们 然后就 然后他们就被惊讶到了 然后我昨天没有发 我本来说想发我右边的抽屉 我没有发 因为就生病蛮不舒服 然后 对我哪天再给你们发右边的抽屉 然后还有 还有其他放不进抽屉的东西的 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对 我今天用 我不知道用哪一块 好吧 那就用Milani的这一块 我今天都用的 除了底妆以外 都用的affordable的东西 这个是Milani的 Day Glow Strobelight 大家看这个评价也特别特别好 我买了很久了 没有怎么用过 它是这种 这种带浅浅的香槟色的这种颜色 评价挺好的 但是我就是还没有用过 好 一般刷高光的刷子呢 像这种的话 我就会找 比如说elf的这个blush brush 就稍微dense一点的brush 然后synthetic的 好 刷了以后呢 这样弹一下 好 我高光喜欢怎么打呢 我喜欢打在苹果肌的地方 这样转着圈上去 为什么呢 这样子会给你的眼 就是这个脸呢 有一种 有一种 苹果肌喷喷的 就是皮肤很好的感觉 就这样子 上去 我不喜欢那种 一个stripe的那种高光 因为 因为我的颧骨本来就已经很高了 我就不喜欢这样子打 就特别凸显颧骨 但是你打在苹果肌 这样子慢慢慢慢戴上去的话呢 你这样子就会感觉 脸有一种水润感 好 然后我就会轻轻地打一下 鼻梁这个地方是最重要的 这个地方的鼻梁是最重要的 然后轻轻戴一下 鼻尖就ok了 嗯 你轻轻扫一下 然后轻轻扫一下 好 这样子呢 高光就打好了 好 大家已经知道 我已经做了那个micro breathing了嘛 所以大家看 现在就是眉毛 还是算是比较完整的 但是呢 我有时候还是就是擦了粉体以后呢 它会盖掉一些就是那个micro bleeding的一些 就是一些那个线条 所以呢 我就有时候还是会用眉笔这样子补一下 啊 这个还是就是我已经在我的视频里推过800次的这个 这个美宝莲的那个 Dual and Fill的眉笔 我就是这个缺 我这个底下有个缺缺 我会这样子补一下 然后我就 我就往后延伸一点点眉毛 这样子 眉尾的地方 好 然后这个地方有一个缺缺 我会用笔这样 甜一小笔 好 这样子 然后其他地方我不会甜 我会用眉粉甜 不会用眉笔 因为眉笔我感觉比较生硬 好 底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线条还是比较完整的 稍微弄一下 这只眉毛的上面呢 就不是很完整 这个呢 我就需要用眉笔 稍微这样子一根一根的这样画一下 好 一样 还是把眉尾 再拉长那么一咪咪 好 完了以后呢 我就会用这一头眉粉 来填中间的颜色 先从眉尾开始填 因为你的眉尾需要是最深的 越到眉头越浅 好 轻轻地推一下 OK了 OK 好 这只眉毛呢 就搞定了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这只眉毛 一定要把它画平均了 眉毛这真的是最难的 如果 就是群里的那些妹子说 在考虑做micro bleeding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情 真的省了很多事 而且你做了micro bleeding以后啊 你觉得你出门 哪怕是素颜 你都是有信心的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眉毛就决定了整个人的一个脸型和框架太重要了 所以像我们这种带娃超忙的妈妈们 micro bleeding很有必要我觉得 完了以后呢 我就会用这个美宝莲的这个microfiber的这个眉胶啊 再刷一刷颜色 一样还是从眉尾下手 因为这个地方需要的颜色是最深的 好了 现在眉毛就搞定了 然后呢 我一般下一步呢 就会move到眼妆 那眼妆呢 因为我答应了那个妹子要recreate那天的妆容 所以说我那天妆容 我记得我应该用的是huda beauty的那个酒盘 在这里 这个warm brown的这个盘子 然后加上那个tart新出的一个超好用的眼影膏 开始化眼妆 我就会把我平常常用的眼部的刷子呢 就摆在手边就比较方便嘛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盘子 它就是我已经在我的年度爱用品里面给大家秀过了 诶不对 我拿错了 我拿是那个move那个盘子了 是这个盘子 是这个warm brown这个盘子 我在年度brown excuse me 生病真的超难受 鼻子一直痒 然后这个盘子呢 它只有一个亮色 就是中间这个金色 所以我会用到时候会用tart的这个眼影膏呀 叠加在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时候会很美 然后它这个就是特别特别暖色系的一个盘子 如果你想看呢 它是denona又觉得价格真的贵 下不了手的话 我觉得这个盘子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替代品 真的九个颜色完全够用了 好 现在呢 我就来大致的教一下 就是快速的教一下大家眼妆 就是你看我画这一次眼妆 你就大概知道我平常的眼妆是怎么画的 其实都是画一下颜色外面不离其松 首先 你必须要找一个这种最贴近肤色的这种很浅很浅的颜色 然后找一个大大的刷子 大大的刷子 然后全眼皮打底 这个是个什么作用呢 这个作用是你把你刚才的一些膏状的东西 把它set住 就是把它用粉状把它set住 这样子你后续的blend 粉状在粉状上面才好blend 粉状在膏状上面就容易截脱 所以说你们那个粉底如果是那种比较黏的那种粉底 大家一定一定要等粉底 如果你不用散粉底装 一定要等粉底完全干了以后 再来上粉状的东西 要不然你的腮红也会一坨一坨的 什么都会一坨一坨的 因为粉状在膏状上面是无法 无法晕染的 好吧 好 你要找一个这种 这种肤色和你眼皮的肤色打底 打底好了以后呢 你就用一把 我呢 这个是用的是Juvius Place的一个 稍微小一点的这种 晕染刷 比刚刚那把稍微小一点 我不是说它小哈 它还是算是一个比较大 哎呀 拜托你 对一下胶好不好 去 好 这样子 一把刷子 好 然后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的transition color transition color呢 一般要被你的肤色 深移到两个色 那在这一盘里 这个就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transition color 大家可以看一下 transition color上在哪里呢 像我们这种hooded eye 什么叫hooded eye 就是你的眼皮盖下来 把你的lead的space盖住了 像这种hooded eye 如果你要找眼光 你是找不到的 OK 你要不然呢 你要睁着眼睛 用这个刷子 我原来在有一个视频里 教过你们这个 这样子点一下 点在你眼睛的最高处 记住 睁着眼睛 因为你如果闭着眼睛 画眼妆的话 你一睁开眼 什么都不见了 要睁着眼睛 确保你可以看到的情况下 来下笔 或者说怎么呢 你把头这样子抬一下 然后看到这个地方 眼窝窝的这个地方 用刷子戳一下 好 下笔 这个地方 是你的transition color 你这个样子 睁眼才能看见到颜色 懂我意思吗 OK 好 现在就是transition color 平常哈 就是比较忙的时候 又想眼睛 有一点点轮廓的时候 你就用你的bronzer 或者说是找一个 比较好的transition color 就打一下这个眼窝 就OK了 就你眼睛就马上 就会有一种轮廓感 你就不用画其他 各种其他别的颜色 懂我意思吗 就打一下眼窝就OK了 所以这一步一定要学好 好 这样子 来回这样子 wind show motion 这样子 来回的晕软一下 OK 好 transition color上好了以后 我们就要上Chris color Chris color呢 这个刷子 刷子的这个 叫什么呢 宗旨 就是越选越小 刚刚不是最大的一个fluffy吗 然后选小一点 现在又选比刚刚那一版 又要再小一点的 这种火苗头的这种 眼妆刷 我今天的Chris color 我会用什么呢 我不记得我您用的什么了 说实话 我就用这个橘色吧 所以刚刚你看 这个是全眼皮打底 这个是你的transition color 这个是你的Chris color 好 这个位置会越来越低 刷子越显越小 这个就是宗旨啊 好 这个是我的Chris color 今天很显色的一个橘色 好 还是要把头这样子 稍微tail的一点 这个晕染的范围 就不要像刚刚晕染的那么高了 就把它固定在这个 眼窝最深的这个地方 好 你下笔从眼尾下 因为这个地方颜色要最深 越往里越浅 然后你一边打圈 一边往里带 一边打圈 一边往里带 大家看见吗 这样一个手法 画眼妆一定要轻好吗 你下手一定要轻 你intensity不够的话 你可以build 但是你下手重了以后 没有办法 你整个妆只有重新来 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经常看到 有一些国外的大神 下手超重的 你下去一坨颜色 当然人家大神 也可以blend的开 我要是下手重了 我就温染不开了 我就是一坨在那里 这样子 没有办法 大家看我的颜色 全部都是眼尾深 越到里面越浅 眼尾深 越到里面越浅 然后这样 从竖着vertical来看的话 越往上越浅 越往下越深 现在完了以后 我就会做一个眼尾 就是这个眼尾 小小的这个地方 这一块的地方 的一个加深的动作 这个时候你需要 选的刷子就更小 这个是我的holy girl的刷子 我换眼妆 现在根本离不开的是 Wangus的这把 小的小小的这把刷子 这把刷子 好 那我说过了吗 这个眼尾加深 就是越来越深的颜色 好 我现在呢 里面有很多 这个深色可以给我选 我真的不记得 我今天用的什么颜色 那我今天呢 就用这个颜色吧 我不想用最深的这个颜色 我用这个 有点像铁锈铁锈色的 这个颜色 轻轻摘一点啊 吹下鱼粉 一样 从眼尾下笔 这个时候就更不要 又往上晕了 就 就 keep在 keep在很眼尾的地方 看见了吗 好 多余的颜色呢 可以往上 这样子 往上 带一下 然后往里面 带一下 这个就占多了 看见吧 所以我赶快把它 先弄到这一边来 好 赶快的 轻轻地把它 不愣得开 看见没有 它一下颜色就种起来了 化眼妆最重要的 很多妹子说 哎呀 我一化眼妆 跟被人打了一样 最重要的 化眼妆最重要的 就是 暈染 bl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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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了 还有很多妹子说 我blend这个单词 发错音了 到底应该怎么发呀 不是blend 是什么呢 我那天还问了 我老公 我说你听得懂 blend这个词吗 我说 他说听得懂啊 那我就搞不懂了 就是 我这个blend 我到底怎么发错了 这个音 大家给我指针一下 好 就一直这样子 暈暈暈 好 上色 上眼皮 上色的工作就完成了 这个时候你需要找什么呢 找一把 刚刚没有用过的 干净的暈染刷 干净的啊 没有任何产品的 干净的暈染刷 在这些边缘这样子 大面积的把它 全部 把那个颜色呀 暈染在一起 不要有 就是说 有界限 颜色之间 你看 你看 这个技巧 我以前也是提过的吧 用干净的 暈染刷 最终你要 要这样 暈一下 把这个边缘 把它暈一下 好 看见了没 这是这样 然后呢 我就会选 我的 Lid Color Lid Color 就随便你怎么选的 OK 我呢 首先会用 它中间的 一般Lid Color 你就可以选 亮色了 就其他的 所有颜色 我刚刚用的 所有颜色 全部都是 Matte的颜色 Lid Color 我就可以选 亮色了 有Simmer的颜色 我就会用 中间这个金色 用Synthetic Brush 扁平的Synthetic Brush 蘸了以后呢 或者用手指 其实是最好用的 叠在从眼球中间 然后往里面走 这样叠 Lid Color 不要超过 双眼皮眼褶的位置 它不要走到 你的Cris去 好 因为这种Simmer的颜色 最好就是 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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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眼皮的 褶皱范围内 好了 一般这样的 其实就OK了 但是那天 我还叠了眼影膏 这个我最后一步 再来做 我先把下眼影画了 下眼影怎么画呢 找一把铅笔刷 头头小小的 这种铅笔刷 然后呢 我一般呢 就会混合 混合我的 这个Cris Color 和我的眼尾加深的Color 好 轻轻的刷在下眼尾的地方 也是 这儿下手重一点 越往里越浅 这样子呢 下眼影就画好了 好 现在呢 就是平常这样子 我就刷睫毛 然后就OK了 那因为我 我那天录视频 我想比较dramatic一点嘛 我就用了这个 Tor的这个眼影膏 超级闪亮 这个色号是叫做 Park Avenue Princess 这个 是一个古铜色 Oh my gosh 大家看 看见吗 疯狂 好 点在眼球中央 大家看看那个亮度 真是疯啊 就是叠在刚刚那个金色的上面 特别是眼球中央的地方 这眼影膏真的太美了 你要点了 我跟你说 真的 Party Queen就是你 好 最后最后最后 再把刚刚那把 干净的晕软刷 是哪一把 拿出来 整个边缘 再给它晕一次 轻轻的 不要把你刚刚上眼影膏 把它晕掉了 就主要是 让它再柔和一点 好了 OK啦 眼妆就这样完成了 然后就是 睫毛膏 然后就是这个 你看 我上了脸 这个手上 都还有那么多的 leftover 我就轻轻抹了一下 你看 你看 这个intensity 真是疯了 像我这种情况 我就觉得 我这个眼状 我不用画 那个叫什么 不用画眼线也OK 我就会直接上睫毛膏 我还是用我的lash paradise 就是这个loreal的lash paradise 涂上睫毛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这样子看 如果是会贴 睫毛的 小仙女们 就贴睫毛是最好的 但是我不会贴嘛 我就只有刷 我觉得我2018有一个 大的 大的bucket list 就是学会贴睫毛 我觉得眼睫毛 特别特别能改变眼妆的一个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我真的不会贴 OK好了 现在这样眼妆呢 就完成了 最后一步呢 就是我们的唇妆了 今天呢 我已经不记得 那天我用的是什么 唇谱产品了 我好像用的是 Oli Tropery Walk of Shame吧 但是我今天就想用 那个 昨天买的 我的 Fenty Beauty那只唇膏 跑哪去了 在这里 那只南瓜色 太美了 这个真的太美了 显白利器 有没有 好 你为了让它不会transfer呢 因为这个是普通唇膏 它是会transfer的 我就会拿我的 这个高丝的 这个Lip Magic Gel 这个东西 我原来给大家介绍过 超神奇的 你把它挤一点点以后 你把它点在你的唇膏上 你的唇膏就不会transfer了 我这管都快用完了 这个就用的特别快 价格也不便宜 它干了以后 就会在你的唇上形成一股膜 这个样子 其实其他就没有什么了 这个妆就化完 我一般就会去换衣服了 弄头发了 然后 我今天还想戴一下耳环 就是那个妹子 我给大家说的 那个妹子做的 做的珍珠耳环 我今天想戴一个 她的这个青霞款 就是和零气霞同款的 这个超美的 这样子呢就完成了 我给大家离近一点看一下 就是眼妆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 这个粉底很漂亮吧 这个颜色 对不是这个颜色 这个质感 对 大家看 基本上就没有transfer了吧 这个就是那个神奇的 leap gel的这个功能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希望这个视频呢 给大家解答了我群里 特别是群里的一些妹子的一些 疑惑吧 就是一些问题 然后这些tips和tricks呢 就希望能帮到大家 这个样子 然后 again 特别特别特别感谢 一直以来支持我的朋友 然后 不喜欢我这种说话方式的朋友 就是真的 就没有办法 就是不要看 因为这个 我改不了 我就是这个样子 我说话快 我想不了那么多 我想什么 说什么 就这样子 然后 还有就是 可能大家看我最近这几天 更新特别特别的情 是因为 在放假 然后老公可以带一下孩子 然后就可以有时间 来这样录一下视频 我下个星期三呢 就又重新开学了 开学以后呢 要上课以后 可能就没有那么多 特别多的时间 给大家录视频 嗯 这样子的话 大家就去复习我原来的老视频吧 我看很多妹子问我的问题 我以前在老视频里面都有提过好吗 就说明你没有认真看过原来的老视频 你去看一下 复习一下 温习一下 里面有很多东西 我都已经提过了 OK 那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的话 别忘了给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也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 我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更新的 那until next time Bye